如果你吸烟并希望能把多年的烟瘾戒掉 或者你不吸烟但有心想成为陪伴者 帮助吸烟的亲朋好友成功地把烟戒掉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 希望这系列视频能帮你了解与戒烟相关的误解和误区 并带领你或身边的人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的戒烟 首先不吸烟者也有很多改不掉的毛病 所以不吸烟的不要歧视吸烟的 圣经启发世人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有不一样的罪 所以不应该区别看待与自己不同的罪人 如果吸烟者周围的人都能认清这一点 就会用同病相连的态度 而不是骄傲的态度帮助人戒烟 戒烟没有我们想当然的那么容易 就像改掉一个顽固的坏毛病一样难 所以我更推荐不吸烟的人看一下这个视频 一方面能从吸烟者的角度看清戒烟的实质和难度 就不会轻易地下结了 另一方面能从戒烟中得到启发 用同样的方法戒除自己的某些坏习惯 戒烟需要周围的人配合 只有周围人都对吸烟者有充分的理解和鼓励 才会成为帮人戒烟的重要一环 否则我们很容易在无形中帮了盗盟 成为无知的论断者 教导者和打击者 让有治戒烟的人丧失信心 反而导致最终失败 愿不吸烟的亲朋好友 既有爱心也有知识帮助身边的人 帮助别人成功戒烟的 不一定要有吸烟的经历 但一定要对戒烟有充分的了解 这就像医生不一定需要经历过所有的病一样 但一定要了解医学知识 不吸烟的人可能不知道 吸烟不是一种习惯 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上瘾 尼古丁上瘾 尼古丁上瘾是慢性的 从长期有害的角度讲 比海洛因更加有害 虽然人有个体差异 吸烟历史长短不同 但戒烟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 都是非常不易 没怎么努力戒过烟的人 不会理解戒烟有多么难 只有拼命戒烟的人 才能真正理解戒烟实在是世上最难的一件事 好消息是 再人不能 再上帝凡事都能 如果我们依靠上帝 就会拥有巨大的力量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费力比书四章十三节 上帝比父母更爱我们 更希望我们能把对身体有害的烟影戒掉 虽然戒烟的阻力 常常超过人的意志力 但依靠那超越人的上帝 必能成功 我们也一定要坚信成功 如果以前戒烟失败过 就会知道自己容易在哪里搬车 有了以前失败的经验教训 这次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防范 哪怕再次失败也没有关系 导致失败的因素 无非就那么几种 只要都有防范 不放弃 戒烟就一定会成功 从下一集开始 我们来了解 进而理解戒烟的真相和具体策略 请您订阅观看 并帮助转发 希望跟着这套视频戒烟 开始我们的戒烟计划和挑战 在留言区内交流 鼓励 监督 我会回复你们的每一个留言 并为你们做记录和祷告 请不吝点赞